菲律宾仁爱交惨败后政治地震 萨拉杜特尔特与小马克思正式决裂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路透社2024年6月19日消息 菲律宾617仁爱交惨败后引发政治地震 根据总统办公室 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辞去内阁成员 教育部长以及结束地方共产主义武装冲突的国家特别工作组副主席等职务 根据消息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接受了萨拉杜特尔特的辞呈 杜特尔特将继续担任副总统 他在随即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辞职并不是因为软弱 而是出于对教师和年轻人的真正关心 菲律宾政治学者认为 萨拉杜特尔特尔特和小马克思家族之间的联盟注定会因为政治和政策的分歧而走向破裂 有人问怎么看 菲律宾617人爱交惨败之后引发的政治地震还是那句话 看到祖国这么的流氓 我大野猫就放心了 小马克思和萨拉杜特尔特的政治联盟早晚得分道扬镳 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而617人爱交的惨败成了引发这场政治事件的关键推手 其实之前我们分析让我们不理解的小马克思凭什么找中国的麻烦 是不是因为他被美国控制了 不过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 给他一点真实的外部压力 他自己内部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 小马克思单纯的与中国对抗 可能就是为了维系自己的政治联盟而凭空制造出来的敌人 有了这个敌人 他就可以随意的动用民族主义绑架政治同盟 这个时候萨拉杜特尔特要是与小马克思决裂 就会立刻被认为是不爱国 甚至卖国 别忘了菲律宾是一个什么国家 在这个被反中歇斯底里情绪裹挟的国家里 卖国意味着政治死亡 菲律宾的政治与我们的政治有非常大的不同 比如说加拿大是民主国家 伊朗是民主国家 俄罗斯是民主国家 中国是民主国家 以上所提到的这几个国家都是民主政治体制不同形态的表现 菲律宾呢 对不起不是这个 菲律宾是亚洲的拉美国家 但是没有经过社会主义的洗礼那种传统的拉美国家 菲律宾虽然曾经有过一段反殖民运动的历史 但是很不幸 在美国接管之后被残酷的镇压下去了 随后菲律宾形成了几乎完全亲美 但是有着不同政治立场的买办家族集团 而菲律宾的国内政治也是围绕着大大小小的家族所组成的家族集团展开的 用一种政治制度来描述菲律宾 亲美买办组成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封建政治同盟 如果你要是说这种国家是民主国家 那么你就是对民主的亵渎 菲律宾与墨西哥巴西不同的是 黑社会在墨西哥巴西与政府呈现对立 在菲律宾呢 各大小买办组成了制度大联盟 与美国高度绑定 我管这个玩意儿叫体制大联盟 他们的敌人是菲律宾的人民 以及所有支持在菲律宾去殖民化 对体制格式化 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社会复兴运动 也就是说在菲律宾买办大联盟 自己救世黑社会 与美国相互勾结 跟日本救世力参拜靖国神社 拥抱美国差不多 然后各大小买办通过兼并土地 控制实业 形成了一个个由地区买办家族主导的政治区域 这好比一个个封建领主 为什么说他类似封建国家呢 最后当大选的时候到来 他变成了菲律宾大小买办之间重新站队 以及利益重新划分的机遇 而菲律宾的普通人民 从这里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这就是菲律宾的政治形态 在菲律宾呢 我们可以看到 菲律宾有着非常繁华的地区 各大买办所形成的集团 在那里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 但是菲律宾的普通人 菲律宾的穷人实在是太苦了 他们吃着残渣剩饭 生活在贫民窟里 这个贫民窟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疾病 而且在菲律宾这个地方 一旦你被路边的狗咬了一口 大概率得狂犬病 一个星期你立刻离开这个世界 这就是菲律宾的惨状 但是这种情况 菲律宾的买办根本不闻不问 对于菲律宾人民来说 他们所期盼的那个解放是遥遥无期 而菲律宾的买办呢 根本不顾自己人民的死活 菲律宾的人民在菲律宾的买办眼里 就是耗材 就是随时可以使用 随时可以抛弃的工具 刚才的论述是从人民解放的角度进行分析 另外从西方政治学以及政治立场的角度 情况是这样的 最近十几年里 菲律宾国内三大政治派系 首先是小马克思为首的右翼买办资本家保守派联盟 小马克思的政治领地在吕宋岛北部 他的政治联盟也可以被称为吕宋岛联盟 小马克思在2016年就竟选过菲律宾副总统 但是失败了 第二个政治集团 是阿基诺三世为首的大城市中左派政治联盟 由于阿基诺三世等人出生地在马尼拉以及其他大城市 可以说这个政治联盟被称为城市自由派联盟 比如2016年击败小马克思的莱尼罗布雷多 就属于这一派系 最后第三个政治派系也是新兴的政治派系 就是杜特尔特家族为首的菲律宾本土主义民粹派系 但依旧有着地方色彩 杜特尔特的大本营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 对莱特岛巴拉旺岛等地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杜特尔特知道菲律宾的问题在哪里 他想改但是阻力太大 只能喊口号 或者进行小规模的改动 治标不治本 其实杜特尔特还有更广阔的战略 就是借助中国复兴的力量来对冲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霸权 以至于在菲律宾来推动他所向往的改革 这是杜特尔特的宏伟战略 2022年的菲律宾大选 其实就是小马克思的吕宋岛保守派联盟与杜特尔特的民粹本土派联盟进行合作 取得了执政地位 这两个家族至少在2010年前后就开始合作了 到了2024年6月19日正式走向终结 说实话 从执政理念上看 杜特尔特支持的系统性改革必然会触犯小马克思集团的大买办利益 他们俩撕破脸是早晚的事 那为什么杜特尔特要与小马克思进行联盟呢 这个要看杜特尔特的政治派系了 我们知道杜特尔特他出身于菲律宾草根 没有什么政治基础 所以在他自己做大的过程当中 他需要依附于菲律宾两支传统派系当中的一支 在冷战结束之后 由老马克思领导的右翼保守派联盟逐渐在政治上失事 在菲律宾起主导作用的是自由派联盟 也就是说为了打击或者平衡自由派联盟的影响力 老杜特尔特必须与老马克思的政治联盟进行合作 然后才能取得执政地位和平衡的效果 在对华关系上在这里表现的淋漓尽致 我们也知道最开始的时候 小马克思与萨拉杜特尔特在2022年选举那一刻 是想与中国搞好关系借助中国的力量搞改革的 也不知道后来怎么着了 阴差阳错这两派形成了对立 迫使小马克思必须采取措施 而小马克思采取的措施是制造敌人 借助美国的力量与中国对抗来维系自己的政治同盟 所以我们看到在对华关系上 小马克思的保守派与罗布雷多的自由派有重要的共识 这次路透社曝光的五角大楼诋毁科兴疫苗事件 时任副总统罗布雷多是主要抓手 自由派与保守派属于菲律宾传统政治势力 亲美反中是他们的传统 杜特尔特所代表的民粹派或者本土改革派 更关注国内发展与改变 他们希望与中国缓和 甚至借助中国发展的力量 来对冲菲律宾的亲美势力 进行他们的体制改革 杜特尔特的政治派别属于新兴政治势力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在亚洲以及更广阔的地区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看到了在韩国 日本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泰国 澳大利亚 越南 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 甚至美国 都有新生政治派别 在等待着他们的机会 有的已经成功 比如说在俄罗斯 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改变 有的还在路上 比如说今天的菲律宾 最后让我们对6月19日发生在菲律宾这场政治地震做一个总结 从菲律宾国内政治的角度 小马克思在政治上已经被孤立 萨拉杜特尔特选择的时机特别的好 617人爱交的惨败 菲律宾在战争边缘徘徊 如今在菲律宾与中国缓和即将成为共识 因为中国已经决定升级态势 如果美国下场 那么菲律宾必然成为棋盘 这关乎着几千万菲律宾人民的生命 以及地方买办的根本利益 本来呢 菲律宾这些人觉得搞一个行为艺术 借助美国给中国施加压力 只要中国是顾及自己的发展 不想动手 也不想看到态势升级 搞不好两头吃好处 但是如今中国出手了 他们立刻如临大敌 在这个时候与中国缓和 谁最合适呢 当然是杜特尔特了 所以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 这个时候选择跳船 与小马克思决裂是一种爱国行为 另外从地缘政治角度 国内矛盾无法解决 通过转嫁矛盾 一旦失败 一定会非常的惨 我们现在有两个非常鲜活的例子 一个是菲律宾 另外一个是乌克兰 最后呢 从中国的角度 如果实力到了 该出手的时候 不要犹豫 干就完了 如今我们看到 当我们果断出击之后 看看菲律宾内部的变化 这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好戏还在后面 大家怎么看 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好戏